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简读《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 这是一个教育专家16年的骄子手记。 妈妈是朋友,妈妈是老师,妈妈是孩子的引路人。 妈妈教育方法的差别常常影响孩子的一生。 这本书作者尹建利对教育有着深沉而执着的情感, 坚定及肯定家长在孩子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在书中说,这些年接触了一些家长, 更多的是一些所谓问题儿童的家长。 他从不同的案例中看到一个共同现象, 家长无意中所犯的一些小错日积月累会慢慢形成一个严重困扰孩子的大问题, 给孩子带来深刻的痛苦,甚至扭曲孩子的心灵。 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家长爱心不够, 只是他们不知道有些做法不对。 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16年的家庭教育真实经历, 查阅可靠资料,提供可识操的方法, 虔诚而落地,旨在传递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无论是思想品格,智力发展,学习能力, 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等, 家庭是第一学习场所, 妈妈是第一任老师。 没有好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也很难在他身上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 好妈妈, 胜过, 好老师。 第一部分, 如何提高爱的质量。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不少让他们感到困难或者害怕的事情。 家长的职责是帮助孩子克服恐惧心理, 让孩子以积极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些事情, 并且将痛苦降到最低。 如何做呢?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大量的案例。 在孩子去打针的时候告诉孩子打针有些痛, 教会孩子在困难面前从容镇定。 在孩子小的时候, 如果遇到轻微磕伤碰疼, 家长在提醒孩子注意安全的同时, 也可以教给他善待对方的做法。 在书中, 作者就讲了一个真实案例, 他女儿给小板凳揉腿的故事。 不要捉弄孩子, 也避免利用孩子的幼稚, 故意让孩子犯错, 哭泣和害怕。 那样子只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增加孩子社交恐惧和对他人的不信任。 圣诞节在他家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他告诉女儿, 每年圣诞老人都会来自己家, 即使女儿成年后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还是选择继续延续这份快乐。 在女儿成人仪式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希望他未来的生活中首先要做好人, 做个善良、宽容、正派的人, 学会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不快, 生活得快乐的同时, 有好的运动和生活习惯, 保持身心健康。 所以说, 要想提高爱的质量, 家长只需要尊重孩子, 并稍微花点心思, 就可以让孩子拥有不同反响的经历。 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 也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更容易唤起孩子的兴趣, 双方都会获得很强的成就感。 第二部分, 把学习做成轻松的事。 学习最重要的是兴趣, 让孩子识字, 这是个简单和自然的过程。 作者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当他第一次给女儿讲故事的时候, 不是讲, 而是读, 即不把故事内容转化成口语或耳语, 而是完全按照书上的文字, 一字一字地给他读。 不仅如此, 他还带着孩子在家里开小麦布的活动, 让孩子学会加减乘除, 促进数学运算能力, 是一种于教于乐的学习方法。 关于语文学习, 课外阅读是魔障。 它有一种魔力, 就是不显山、 不露水的赋予孩子不同的能量。 凡是有大量课外阅读的孩子, 智力状态和学习能力就会更好, 作文也写得好。 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 他的体会就像吃饭和玩游戏一般简单和享受, 你不让他读, 他都不情愿。 好阅读尽量用书面语, 坏阅读抛开书面文字, 大量使用口语。 好阅读要求快快读, 坏阅读要求慢慢读。 好阅读在乎读了多少, 坏阅读计较记住了多少。 好阅读读字, 坏阅读读图。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让孩子读正版原著, 不要读缩写本或缩印本。 培养孩子阅读兴趣, 需要诱惑而不是强迫。 家长绝对不可以采用强行观电视的方法来让孩子读书。 当然, 在孩子读什么这件事上, 既要给孩子引导, 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先考虑兴趣, 后考虑有用。 所以, 写好语文最核心、 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量的积淀。 从阅读到写作文时, 作者用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 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 发现写作内容, 没有这两点写作根本不可想象。 第三部分, 一生受用的品格教育。 关于诚实, 孩子是天生不会说谎的, 孩子说谎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个是模仿大人, 另一个是迫于压力, 因为孩子的品行是如此的依赖家长的教育方式。 如果不这样想, 永远找不到改变孩子的路径。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批判精神的养成, 首先要让孩子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敢于质疑老师的言行。 引导孩子尊敬老师, 不是刻板过分的听从, 允许孩子批评老师, 在老师面前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健康的批判精神应该是视野开阔, 具有宽容和高度。 如遇到在课堂上绝对化的老师, 比如, 河流不能是粉色。 家长可以自己用实验去体验, 让孩子亲自取证, 获得结果。 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坏同学时, 如果需要家长出面解决, 目的是化解矛盾, 而不是去报复。 底线就是, 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 都不能伤害对方, 而是像尊重自己的孩子一样, 尊重那个孩子。 同时, 考虑采用方式对孩子人格和今后人际关系的影响。 如果希望孩子实事求是, 家长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行为, 身教大于言传。 有时候不是家长缺乏教育知识, 而是家长不容易对自己的虚浮产生警觉, 不知不觉中扰乱孩子的价值观。 阅读伟大的人物传记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也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四部分,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作业是每个学龄孩子面对的问题, 也体现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万一作业, 作者给出了很多的建议。 陪孩子写作业, 如果以一个监工的身份过多的操控, 只会形成坏习惯。 自由的孩子最自觉, 家长给予孩子自由, 让孩子拥有主动权, 通过制造主动感和成就感, 可以帮助孩子形成一个好习惯。 惩罚作业 最典型且最愚蠢的做法, 是以写作业为惩罚手段, 来对付学生的某个错误。 家长或老师的口头禅士, 你再不听话就罚你写作业。 这是成人在出恶气和教育无关, 他对儿童的学习只有毁坏, 没有成全。 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 他处于对孩子的潜能生长, 缺乏信心, 这样是错误的。 替孩子写作业, 不是家长帮孩子学习舞弊, 还是以理性的方式 对抗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错误, 以不得已的方式 帮孩子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让孩子更快乐, 也是保护孩子 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之一。 替孩子写作业表面上看 是件被逼上梁山的无奈之举, 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教育意识, 一种思维方式。 即在孩子的学习中, 家长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 帮助孩子克服一些困难。 刻苦努力。 在学习勤奋这件事情上, 孩子当然要刻苦, 但是家长不能强调苦。 小学阶段主要解决 学习兴趣的问题, 初中阶段主要解决 学习方法的问题, 高中阶段拼的才是勤奋。 学习成绩观, 在学习上成功动机 过强或过弱都不好。 一是对学习不利, 二是对保持不利。 庸俗的目标 只能给孩子带来庸俗的刺激, 不会产生良好的内在动力。 分数和成绩不完全对等, 分数可以反映成绩, 但分数不等于成绩。 任何单纯的要分数行为 都是浅薄的, 具有破坏性的。 我们培养孩子 对知识的好奇心, 钻研精神,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平和学习的心态, 持之以恒的毅力。 第五部分, 做家长应有的智慧。 现代家庭教育中, 一个很大问题是, 父母可以为孩子付出生命, 却不肯为孩子付出时间和心思。 家长在孩子婴儿时期 多付出一些辛苦, 会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这个付出是天下最划算的投资。 有些家长把教育的责任推出去, 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损害, 不会立即呈现, 但长久来看, 不良的成长过程会影响孩子的生命质量, 同时也给整个家庭带来麻烦。 家长要带给孩子的是, 尽自己责任让他长大, 尽自己责任让他幸福。 那要怎么做呢?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让幸福的家成为孩子的五星级宾馆。 在一个家庭中, 婚姻是最深刻的人际关系, 是两个成年人和谐的生命自传, 是让他们的孩子感受生活幸福, 体会生命美丽, 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启蒙教材。 对于孩子来说, 家庭中的紧张和不愉快气氛 比公开的决裂更加有害。 哪怕离婚, 只要理性和体面 也好过没完没了的争吵, 让孩子备受折磨。 二, 对孩子只设计公布, 不设计过布。 儿童和成人一样, 都喜欢受到肯定和激励, 物质奖励可能会带来意识的满足, 但不会持久。 只有精神上的愉悦和成就, 才会带来幸福感和动力。 给孩子弄一个小本子, 专门记录孩子做的好事, 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好处。 而反复的批评, 就如同贴到墙上的记过布, 会把孩子的缺点固化下来, 使孩子难以和那个缺点剥离开来。 三, 不管是最好的管。 对孩子管得特别细特别严的家长, 那都是在工作生活方面很用心的人, 成就动机在他们的生命中比较强, 也是容易取得成就的人。 同样, 在孩子的教育上, 因为成功心切, 会自觉套用到孩子身上。 这样做并没有尊重孩子, 对孩子的管制太多, 孩子的正常生长秩序被打乱, 自然会让家长失望。 不管就是让家长用足够的理智和耐心 去消解孩子行为带来的心理挑战。 四, 做听话的父母。 听懂孩子的心思太重要了。 假如大人觉得孩子不懂事, 不去认真理解他在说什么, 孩子会有心结, 会有很长的时间苦恼和不安。 如果家长在任何事情上都试图说服孩子, 按照大人的想法来做, 他会无意识间教会孩子, 也这样对待他人。 做个听话的父母, 不是纵容孩子, 实质是理解孩子, 平等对待孩子, 培养的是具有民主气质的公民。 现在有一种令人心痛的事实, 许多中小学生特别害怕开家长会, 尤其对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男孩子来说, 家长会通知简直是惩罚通知。 如果老师和家长见面, 变成了让孩子蒙羞, 挨教训的恐怖事件, 后果是让孩子憎恨老师讨厌学校。 家长要做的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 树立起他对学习的自信。 六, 不做穿西装的野人。 孩子表现不好, 把他打一顿骂一顿, 可能会解决眼前的一个小问题, 却给孩子的成长留下大隐患, 穿痕会伴随孩子一生。 对待孩子的小冲突每一次都是他学习的机会。 家长耐心而真诚地去解决当下的冲突, 也就解决了此后的一系列问题。 做父母需要学习, 需要学会如何爱, 学会爱是个很大的命题, 那就慢慢去学。 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不再打骂孩子, 不做穿西装的野人。 关于孩子的隐私, 儿童并非整天无忧无虑, 他们经常会有自己的心思和困惑, 甚至痛苦和悲伤。 家长要善于观察孩子, 从细节中发现问题, 引导孩子说出来, 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帮助解决。 不要以成人的知识嘲笑孩子的无知, 也不要用成人已经成熟的思维方式, 批评孩子想法的幼稚可笑。 每一种和儿童相处的细节, 都是一场德行教育, 也是一场心理健康辅导。 关于孩子不爱吃饭问题, 美国著名儿科医生、 心理学家本杰明·斯巴克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吃不下去东西? 主要原因是喜欢催逼孩子吃饭的父母也不少。 吃本是人的天性, 每个儿童生来就有一套自行调节进食 以满足生长需要的生理机制, 也就是儿童自己清楚自己想吃什么该吃多少, 而家长的干涉会让事情变糟, 让孩子有正常食欲的简单做法, 就是顺其自然。 关于睡觉和学习环境, 孩子的睡眠完全可以和大人的正常活动做到两步打扰, 一个略有噪音的环境, 还有利于养成不怕打扰的好习惯。 在学习环境方面, 既不需要故意制造喧闹, 也不需要过分安静,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 培养孩子适应环境的能力就等于为他提供了能随身携带的好环境。 关于孩子怕小动物, 怕鬼等, 得出的几条经验是, 如果大人怕, 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孩子已经怕了, 创造机会让他再接触, 一点点接受。 出于保护而强化了孩子的恐惧, 只需要转移注意力就够了, 也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孩子怕什么, 那样只会强化他的恐惧。 关于孩子自觉的少看电视, 要尽可能减少环境中的诱惑, 要用人性来体恤孩子。 儿童看电视的习惯建议从小培养, 这样会容易很多。 再加上从小培养的阅读习惯, 孩子自然就会少看电视, 而且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 第七部分,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安全防范能力。 爱孩子需要勇敢放手, 让小小的独行侠去闯天下。 当家长鼓励孩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自己不要满脸愁容和不放心, 认真评估孩子的能力和事情的可行性, 如果可行就表现出对孩子的信任, 表现出轻松愉快, 把紧张和担心放在心里。 替孩子做事情是很容易, 不替孩子做事情反而更难。 在孩子面前, 家长要装得无能一些, 无知一些, 以便把独立的机会留给孩子。 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 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 我们要让孩子更多感受生活的美好, 也应该让孩子知道, 生活还有阴暗面, 有危险,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告诉孩子, 没有一个坏人或者骗子是有标志的, 他们和常人一样, 甚至看起来比常人还要好一些。 所以要教孩子, 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 心里要对一些人和事有防范心理。 第八部分, 走出坑人的教育误区。 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家长难免会陷入一些教育误区, 比如网络游戏瘾和多动症。 孩子网络游戏成瘾, 对家长来说是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 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 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 让他感到枯燥、 自卑和不快。 作者说, 一个孩子如果因为游戏耽误了前程, 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 也会有其他事情, 让他下水, 不可自拔。 对于游戏的干涉, 只能激化孩子更加玩游戏无度, 家长需要培养孩子, 学会控制, 允许孩子体验, 也要耐心地引导。 另一个误区, 儿童多动症。 仅仅仅凭凭一张多动症诊断量表, 就当作儿童的主要检查工具, 简直就是诊断圈套。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成人错误的儿童观和错误的教育方法。 童年不会重复, 吃过就会在体内留下痕迹, 被贴上多动症的标签也会在心灵上留下痕迹 把药片扔进垃圾桶是治愈疾病的开始 能够给孩子最好的药就是减少干预和自由的气氛 总结 本书的核心信息是 当今时代许多家长都在渴望学习的 作者怀着虔诚的心写下了这本书 旨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家庭是第一教育场所 父母是孩子影响最深刻的第一任老师 一个如果没有获得好的家庭教育的孩子 学校教育通常很难在他身上正常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妈妈的重要性要胜过老师 这本书可以按照内容 思想与品格培养 智力发展与学习能力培养 习惯培养等三大板块来阅读 思想品格包含了做人 处事 心理健康 性教育 智力发展包含早期启蒙教育 学习能力和兴趣 阅读写作和语文学习等 习惯培养 包含学习习惯 行为习惯 生活习惯 他涉及了儿童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理有据 案例真实 做法 做着亲测有效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本 家教工具书 这本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一书 就先读到这里 你 这本来是 你 已经 好了